欸 店長推薦 這個很吸引我 看到店長推薦 欸為什麼它有這麼大一盒的啊 清潔的過程 要讓皮膚達到最佳的穩定的狀態 清完不要臉很繃啊 或是清完好像臉這樣拉到這樣分天高 覺得很舒服 不是喔 那是過度清潔 過度清潔 有時候會讓你的毛孔更大 對 所以今天在這邊 one soap的幻彩美肌皂呢 看到店長推薦 欸為什麼它有這麼大一盒的啊 三個都有 保濕 正對皮膚的去角質 這個是控油 也可以幫你做到深層清潔 還有這種 灰藻土皂盤呢 有看到嗎 我現在開始來先幫你卸妝 好 其實現在的洗面乳啊 比起皂來講的話 其實皂呢 本身裡面它無油之外 然後天然又低敏 反而你在清潔的過程 否則會更好 對 因為以前的皂 大家會想說 皂是不是只是拿來洗澡用 或是很鹼性 會很乾 對 那現在的皂呢 其實做得很好 尤其是像one soap的這個 換盤美肌皂 它本身呢就有不同的功能 我剛剛有講到有保濕 有去角質 還有深層清潔的控油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 依照你的皮膚呢 來達到最佳的肌膚的 清潔的功效 又同時可以養護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 洗臉必用511冠軍皂對不對 那這個511代表什麼意思呢 對啊是什麼啊 就是你平常可以用五天的保濕 然後接下來 一天就可以用去角質 那再來一天就是用控油 就是所謂的深層清潔 那如果說你的背部 有些人會長痘痘的人 你就可以用控油或去角質那一顆 來稍微洗一洗 因為你說你皮膚很乾嘛 對啊 趕快來趕快 我現在很乾 所以我要先幫你來使用這一顆 對啊 你剛剛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那個 保濕的那一顆 對 這個就是 幻彩保濕美肌皂 它裡面有一個獨特 來自於日本的獨家萃取的技術 你剛剛在搓的時候就有砍漆 而且這個技術呢 這個成分呢 是有纖維中的女王之稱 纖維中的女王 就是由數千顆蟬蛹 萃取出來的蟬絲蛋白 所以你看喔 你看 好高級喔 你有看到 哇 好多絲喔 對 當你起出泡泡之後呢 在你的臉上呢 做清潔的過程 你看這個裡面 因為它輕膚性很佳 對 它會滲入到你皮膚的角質層裡面 接著你洗完淋之後 你會在你的皮膚形成一個 保水膜 所以你看是不是洗好臉 你的皮膚基本上 只要洗對東西 洗對潔膚產品 皮膚就是在做保養 而且它這個絲會飛起來 有沒有看到 你看它這 它在飛在這裡耶 好來好來 而且它泡泡也細 很細 你看喔 它這麼細的泡泡 第一個你在按摩皮膚 第一個不會拉扯 然後接著呢 它的泡沫細到 它可以快速的滲入到你的角質 把裡面的髒東西呢 順著這個泡泡把它帶出來 好舒服喔 所以它的輕膚性很高之外啊 它本身的蠶絲蛋白呢 可以讓你在按摩的過程呢 會達到最佳的一個舒適的潔膚的感受 而且你有沒有聞到它的味道 有很舒服很香 你有沒有聞到味道 我覺得跟很高級的味道 對它的每一顆皂裡面呢 全部都有前中後的味道 就比你香水一樣 那我稍微幫你擦掉 好 它可以幫助你呢 把皮膚的PH值拉回來 所以你洗對潔膚產品 尤其是洗對這一顆皂呢 你會發現你的皮膚呢 洗完的瞬間你就覺得 欸 怎麼跟你以往洗臉的狀況不太一樣 你有沒有看你這邊的 皮膚比較亮 真的假的啊 你擺了一個好的皂簡單的按摩 它就可以幫助你到很好的清潔功能 對 所以你看你的皮膚現在QQ又多 你可以自己摸一下 很嫩耶 很嫩對不對 很嫩耶 而且很細 所以第一顆就是幻彩保濕美肌皂 那接著那就是你可以洗五天保濕的 對不對 那接著你可以選擇一天來做去角質的 那去角質的話就是這一顆 這一顆呢叫做幻彩去角質美肌皂 那因為它裡面 不溫起來很舒服 很舒服 有沒有聞到它味道 很清新的 對 因為它裡面是有機的巴西莓果的萃取 然後它這個有機巴西莓果裡面的 核顆粒 這個核顆粒呢 它經由冷壓萃取去把它研磨出來 所以呢 它每一顆的核顆粒只有250微大小而已 非常的細緻 而且不會受傷你的皮膚呢 完全是溫和更新你的角質 另外一顆就是這個綠色的 這顆呢 這顆最好精 幻彩控油美肌皂 也就可以針對深層清潔的 它的成分是來自於亞馬遜的泥 裡面有豐富的12種的礦物質 還有稀油的元素 其實有的那種微量的稀油元素在裡面 所以它跟你的皮膚的PH值是相近的 對 所以針對你可能像我 我說我聽字不會容易除油 我可以洗 對 或是毛孔比較容易阻塞 或是很多人的皮膚會有一點小小的 白粉刺 黑頭粉刺 甚至有痘痘的人 就可以來用這一顆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Sam老師 謝謝你們 幫我做保養 然後也告訴大家清潔 真的非常重要 是保養之母好不好 好的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囉 掰掰 掰掰